谢谢大家 谢谢 看上了什么告诉我 买来送给你 只要你可以多收一点钱 买什么都行 三万五千元 三万五千元 有硬价的没有 他们真的不怪我了吗 我以前可是被赶走过好多次呢 这回你就放心吧 我们都约好了 他们是不会再把你赶出去的 好了 快进去吧 肯定都等着你了 哎呀 我 这样 我不挂电话 一直陪着你 直到你见到他们 好吗 嗯 行吧 你怎么才来啊 我就要去找你呢 她是在对我笑吗 是 她是在对你笑 还有没有加价的 金浩先生七万元 七万元 七万元 陈总 下一个就是您之前看好的那件拍片的 另外 您要的线婚音乐都已经准备完毕了 第三次 嗯 嗯 谢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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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mm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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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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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吃我吃啊 喂 是我 马尔文 对 我 我刚到家 什么 你来这儿了 好 好 我知道了 那明天见 好 再见 谁呀 一个朋友说明天来咱们这玩儿 让我跟他拽拽着 男的女的 叫什么名字 又开始查虎口 男的 叫 你们就管他叫马文就行了 他是特意来看你的吧 这样吧 明天我们就让那个 马文的来我们家吃饭 怎么样 不是 妈 这多不合适啊 怎么了 不是朋友吗 我们见不得 行行行 那就来家里吃饭 妈 你多做点菜啊 我去啊 爸 我到市场上去哪啊 你这小马爱吃什么东西 还吃烧鸡 有 看来你这闺女的对象还挺上心的 再不是嚷嚷叫 所以你回来工作了吧 我真的要留在外地了 为了晚上要来在你家的那个男的 她要是个老师 你姐她愿意留 就留吧 你好 请问 这里是孟山霜小姐的家吗 陈霜她出去了 我是她爸 好 原来是孟先生啊 你好你好 我知道陈霜小姐不在家 这次呢 特意是来拜访您的 我在詹姆里 这个 是我们董事长送给您家的 小小的新年礼物 当然了 中国人讲教一个礼善往来 如果陈霜小姐以后 不再就成我们家少爷的话 那我们董事长会感激不尽的 你刚才说什么 那个马文 今年多大 到了夏天才刚完18岁 孟先生你也是了解 像她这么大的小伙子 很容易就迷恋上 像陈霜小姐 这样年长的几岁的女性 为了所谓的爱情 跟家里闹翻 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且很自然 可是 像成熟理智的陈霜小姐这边 也执迷不悟的不肯放手 这 这就让我们很难办了 拿走 没有这些钱 我们家陈霜跟马文 不会再有半点联系 拿走 拿到这儿来看 他们家拿了钱都找上门来 都这样 你还说是普通朋友 告诉你 别说是同桌吃饭 这个门我都不许咱进了一步 我都不许咱进去 我都不许咱进去 那儿来看 我都不许咱进去 没有那儿来看 我都不许咱进去 我都不许咱进去 你会看 我都不许咱进去 你会看 每个人都不许咱进去 妈 你给谁打电话呢 干嘛 是不是又往情道打电话 是又怎么样了 闺女都快一年没回家了 你一点都不想 你心怎么这么狠呢 是她要跟那个小兔崽子走 她的心 比我们很多了 姐 爸 妈 初夏 我回来了 你 初夏 回过去 柳姐说话啊 我睡了呀 陈少人 你说你回来两天吗 你不跟妈说什么 这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马文不要这孩子 别提这个人 也别提他们家 我一个字都不想听见 妈 你就记住 这个孩子只有妈妈 没有妈妈 我身为说你 这事吧 你也有责任 马文年纪这么小 他们家那么有钱 你们俩怎么可能走在一块儿 有钱就能把我害成这样吗 陈庄小姐 我们董事长想跟你单独谈谈 你们干吗 人都这样的 还谈什么呀 妈 没事 我去去就回 那对方人家都是没良心的人 你怎么能让孩子一个人去呢 孟先生 孟太太 孟先生 孟太太 请稍等片刻 让我们董事长跟陈双小姐 安静地谈起去好不好 谈个屁 要谈你跟我谈 你赶紧叫个女儿下来 有什么事你冲着我 我死都不会给你们干 多少钱都不会干 就这样的 打了 打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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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搬吧 搬 搬到哪儿呢 还记得 原来我们车间的那个大壮吗 就是前几天下海的那个 他在郊区开了个厂子 前一段一直打电话跟我联系 我是没当回事 现在看来 这也是条路啊 那我们就彻底离开 活着半辈子的地儿呢 搬家的时候 也被跟李居打招呼了 我就不信 马温他们家就能一魂不散 给你添麻烦啊 来 好 进去吧 以后 这就咱们的新家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转发 打赏 姐 又睡不着了 吵着你了吧 姐到外屋去 别 爸妈听到该难受了 姐 给她小号名字了吗 小号了 叫梦想 梦想 姐以前在一个很远的地方 有一点微不足道的梦想 可是 拜那家人所赐 也不得不放弃 从此以后 我的梦想就只有她 你以前让大孩子欺负了 都没哭过 被自行车搅到腿也没哭过 跟爸怎么吵架都没哭过 可是你现在一直惊人类 姐 我特别恨那家人 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件牌品 它是一枚白金镶嵌的哥伦比亚4.2克拉祖母驴钻铁 她的不同之处在于 她是我们基金会的创办人 可罗魏女士的 关键 60年前 可罗魏先生将这枚钻戒 带到了自己太太的手上 相信 这样一枚富有传奇色彩的钻戒 一定会给您带来好运 我们的起牌价是 人民币 8万元 有硬价的没有 有硬价的没有 9号先生 8万5千元 8万5千元 10万元 6号先生 10万元 10万元 有硬价的没有 7号 10万5千元 10万5千元 15万 6号先生 15万元 15万元 有硬价的没有 行了 就算你赢了 他买不到这枚戒子 难道他不会买 另外一枚戒子 送了马上上 9号 15万5千元 15万5千元 阿姨 我还有事 我先回去了 还有硬价的没有 16万 16万一次 16万 第二次 您不是说 两个小时后 宴会再结束吗 那我现在去找您 请您稍后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我现在一秒钟都不想够呆 您要去哪儿 我也不知道要去哪儿 您还要回家吗 天儿 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那要不送你去找找朋友 朋友 除了沈哥哥 我没有别的朋友 朋友 朋友 喂 你在哪儿 7号 16万5千元 16万5千元 20万 6号先生 20万 有硬价的没有 20万一次 20万 第二次 20万 第三次 成交 恭喜 我现在 我现在 真是 真是 我现在 我现在 谁敢 眼色大概十年了 怎么还没回来 我想在此借用大家几分钟的宝贝时间 大家都知道 我跟太太前阵地举行了一个比较低调的婚礼 但实际上 我还一直欠她一个浪漫的求婚 今天 希望在诸位的见证之下 我将这枚戒指 套在我的太太梦初夏的手上 初夏 你愿不愿意戴上这戒指 和我携手一生 换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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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一下 先 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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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文课了 二百四十九 成了 二百四十九 真棒 姐 谁说 你妹妹高考分出来了 考残疑大学没问题 真的 初夏 我就知道你能行 你想 给小姨子补肠 给你带爸 我到医院去告诉你爸 他最近心情不好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高兴高兴 妈 你跟我爸说 坐轮椅就坐轮椅 初夏也长大了 我们俩都在 不用他特别操心 好的 那我走了 好 好嘞 我去给你煮点饭 我不吃了 我一会儿要跟客户谈事 然后着急走 姐 你看你现在都睡成什么样了 干嘛这么拼命啊 我要让你和梦想 上最好的学校 过最好的生活 这样就不会因为背景差 而被别人欺负 风水流流砖 说不定有一天梦想 就能反过来站在那家人的面前 替我狠狠出一口气 我姐跟武杰人不同 她有多好强你应该知道 甚至在青岛 你们沈家是如何对待她的 她都绝口不提 这样的一个人 在你们沈家到底受了怎样的屈辱 怎样的委屈 这股怨气 成了她唯一活下去的理由 后来 我姐因与工作的关系 又再一次去到青岛 我爸妈都很担心 怕她再遇到你们沈家的人 那个时候她才告诉我 你们家不再亲到 可是除此之外 她也没多说什么 如果当时她能够多说一点点 如果当时她能够告诉我 马文是英文名字 你们家姓沈 可能就不会由我们这场闹剧出现 初夏 那一次出差 她确实没有见到你们沈家的人 但是却给我们嫁一个大大的震撼 陈叔 你说你要嫁给她 对啊 我们是一间钟情 妈 你别说 孩子呀 她看起来跟我们一个岁数呀 她比我爸大两岁 不过我不在乎 她是美国人 嫁给她我就有美国身份了 什么 你要到美国去 我有这个机会 为什么不去呢 她很爱我 会对我好 你们才认识几天呢 爱不爱的 她对你好 是你年轻漂亮 她能对梦想好吗 梦想 梦想我带不走 梦想一回 我 麦可说 他只能接受我 但是接受不了 我跟别人的孩子 陈霜他 他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他不敢是那样的人 那个时候我也不懂 直到我第一次来到这里 姐 你带我来这干嘛 你真要丢下我们 一个人去美国吗 这就是你和梦想的家 是什么 初夏 你马上就要读财经大学了 梦想也要上市里的小学 我工作这几年存了点钱 付这个房子的手机款 以后 你们就踏踏实实地住在这里吧 剩下的钱都在这儿 咱们家的花费大 学费 药费 生活费 还有这个房子的贷款 都是不小的压力 千万不要觉得这个房子是个负担 就把它给卖了 这是我留给你和梦想唯一的东西 到了美国 我会经常往这个账户里汇款给你的 姐 你干嘛非要这样啊 梦想他才五岁 你真的就忍心把它一个人扔下吗 你懂什么呀 我拼死拼活干了几年 才挣了这么点钱 要想让梦想长大以后 在妈们家面前扬眉吐气 根本就不可能 我到了美国才有赚大钱的机会 梦想才能过上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日子 比起一个没有什么本事 天天守在身边的妈 我宁愿让她孤独着 拥有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 你干嘛非要这么较劲啊 再说 你这么做 对梦想会不会 太残酷了 我留下 才是对她最大的残酷 我姐她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对你们沈家的恨 自从她去了美国之后 就再也没回来过 甚至很少给家里打电话 虽然定期汇款 但是金额都不多 可见她去美国赚大钱的机会 我 进行的并不是我 但是浩强的她 不愿意回来面对我们 这一切的悲剧 不都是你们沈家造成的吗 我以为她一直过得很幸福 是 当年陈双离开青岛之后 我被我妈限制了行动 后来再去找她的时候 你们全家都已经搬走了 我一直突然打听着陈双的下落 过了几年终于有了消息 说她已经嫁给了一个美国人 那时候 我认为陈双一定是带着孩子嫁过去的 你说的是什么话 打听 放心 也太轻飘飘了吧 难道你不应该飞天顿地地把我姐找出来 对她怅悔对她负责吗 可是陈双说 她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我了 我刚刚也说不想见到你了 你不还是追过来了吗 你当时就是想逃避责任了 不敢跟我姐一起抚养这个孩子 不是 我很想跟她一块抚养梦想的 可是 初夏 关于十五年前的那件往事 我不想多解释什么 没想到 不想要 在两个月之后 甚至是